一旦在第二天 一早就乘坐洪本電車 前往洪本站 再坐JR到博多 HELLO 各位早晨 旅程快到了第一 今天我們行程都算多豐富 就要去必虎看地獄溫泉 本來我們想坐阿蘇 Boy 就由紅本直接去必虎 但問題是訂購的時候 上網已經沒有位置 所以就沒辦法直接坐 現在我們做法就是由紅本去博多 博多再轉一程 JR再去必虎 其實有點迂迴 可能浪費多一點時間 加上車程大概三小時 剛才我們已經買了一堆食物 飯糰、沙拉、番茄、蘋果汁 這個我很想試一下 因為昨天我看到有些店舖有賣 不知道好不好吃 就想買來試一下 經過40分鐘的車程 再轉成往別府的JR 我們剛剛已經去官方案內所買了七個地獄通行券 去到那邊再兌換 在這裡介紹一下別府溫泉地獄 一共有七個溫泉地獄 而其中五個溫泉就位處暴行化為內 包括海地獄、鬼石坊煮地獄、造地獄、鬼山地獄、白池地獄 而有地經驗 參觀完這五個溫泉 大概需時兩小時 最後兩個溫泉地獄 分別是血脂池地獄 和龍卷地獄 他們都要乘坐15分鐘的巴士才到達 經過大概三個字的車程由別府 終於來到海地獄 剛才我們有一張PASS 旁邊的位置換兩張入場整理卷 裡面已經有齊了所有入場券 然後他也會給我們一張地圖 我們跟著地圖走 好 我們要把時間 因為今天五點鐘就散了 我們要快點把時間進去 還有今天天氣都不錯 沒有下雨或者很曬的情況出現 日本的溫度也是挺舒服的 我們發現很多人都會旅一夜 因為每次你坐JR來到 其實已經差不多12點多了 但前五點鐘就散了 其實你根本看不完 或者你不夠時間 大家要注意一下這件事 我們剛才在入口位走 大概五分鐘的時間 終於來到第一個海地獄的溫泉 是超級之藍 真的很漂亮 你看到有很多全眼湧出來 但大家記得千萬不要進去 因為它是一個很熱的 就是超級100度的溫泉 所以大家要小心 我們現在就繼續欣賞這個 這麼漂亮的溫泉 我們剛剛已經坐下 去買這個五隻的溫泉蛋 就是這樣的 其實沒什麼特別的 它是送一包鹽 你可以倒些鹽進去吃 大家記得吃之前要洗手 我剛才有洗手 先擦乾淨的手 先吃 試試看 嗯 它的蛋很滑 好像廢話 也挺好吃的 是已經煮熟了的蛋黃 而且很棒 因為吃著蛋 裡面可以看這個海地獄 真的很棒 超開心 很美味 現在我們來到第二個地獄 鬼石坊煮地獄 一開始我就想 為什麼沒有東西看 沒有剛才那個海地有金黃位 原來這裡主力泥漿的溫泉 所以它的規模就小一點 而且你會覺得 不像做泥媽市的感覺 所以也挺特別的 它是用熱泥中形成的氣泡去命名 氣泡脹起來就好像 和尚看光了頭的狀態 我也覺得挺有趣的 我們就繼續欣賞一下 根據歷史記載 別府對古代人而言 是難以生存的地方 因為熱泥地質 是隧道沒辦法在這裡種植 但後來成為旅遊升地 吸引不少旅客前往 第三個參觀的是 鬼山地獄 別名鱷魚地獄 相對而言 規模會小一點 就是眼前這個沒有煙的溫泉地獄 亦是鬼山地獄的吉祥物 有關別府溫泉形成過程 這塊牌也有介紹 主要是由地下的熱泥水 再供應給附近的溫泥 而鬼山地獄 亦是日本第一個 以溫泥水養殖鱷魚的地方 自養超過80隻鱷魚 第四個參觀的是造地獄 一共有6個丁木的溫泉可以欣賞 我會形容為縮小版的海地獄 但顏色同樣很好看 而池水顏色一年會改變幾次 都頗特別 旁邊是四丁木溫泉 硬盆在地底下不斷擠壓溶化後 混合成黏稠狀的泥土 導賞員會在你面前加熱木條 然後神奇的事發生 泉水會沸騰起來 是否很特別呢 而在三丁木溫泉旁邊 便有可飲用的溫泉水 我們拿了一杯80度的溫泉水 10日圓一杯 自己付錢就可以了 現在都比較熱 可以聞一下嗎 其實我覺得沒什麼味道 它喝下去滑滑的 鹹鹹的 好像流汗的味道 最貼切地形容就是這個味道 然後就是綠丁木溫泉 主要是由熱泥所形成的溫泉 呈現血紅色的泉水 不過這個屬於細規模 待會介紹的血支持地獄會更大 剛才我們看完那四個地獄之後 來到步行距離 可以最後到達的第五個地獄 就是八癡地獄 進去一起看看究竟是怎樣 就是這樣 還有一張整理進場券 這樣 然後每一個地獄 你這個旁邊要撕出來 然後就放進去裡面有一個箱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這裡就是第五個溫泉 其實八癡地獄就真的 嗯… 比較普通一點 都是這樣而已 那它主要出的那個應該是那邊 那我們呢 已經去五個了 現在就在八癡溫泉這邊 再繞一個圈 那如果差不多OK 我們可能餘大約三點多 左右就會搭車 然後去最後那兩個地獄 我們去到鐵輪巴士總站 我們步行到鐵輪巴士總站 會見到這個牌 主要坐16、16A、29號巴士 記得看清楚時間表才上車 好 我們大概坐了兩至三分鐘左右的車 之後 就來到這個血支持地獄 聽說裡面 溫泉是赤紅色的 挺特別的 我現在進去看看 我們先經過手信店 大家不妨花點時間逛逛 我們來到第六個溫泉 就是這裡 血支持地獄 全部這裡都是一片赤紅色的地獄 它有一些赤紅色的熱泥 推到上地表 噴出的溫泉再加上它的泥 就形成了現在這個畫面 其實在現場看 就沒有網上的圖片那麼紅 大概就是介乎橙紅色 然後就來到旁邊的龍捲地獄 龍捲地獄 龍捲地獄是別府市指定的天然紀念物間揭泉 大概30至40分鐘噴發一次 維持6至10分鐘 溫泉會成柱狀向上噴發 仿視狂風呼嘯的龍捲風非常震撼 我們剛剛完成了七個地獄溫泉的觀光之旅 是非常非常好看的 中間當然有幾個就覺得普通普通的 但我覺得最喜歡的是第一個海地獄 還有最後那個血支持地獄都是很好看的 它的顏色對比比較鮮明一點 所以我覺得都值得來看的 還有最後這個龍捲溫泉 雖然等的時間等得久一點 還有它表演的時間比較短 5點它就關門了 它已經關了椅子 然後你自己走了 它已經不留在那裡等所有人走光 現在我們就等這個巴士回去別府那邊 還有你以為是普通的渠 但其實你這樣感覺到是有點暖氣 下面是地底溫泉 站在這裡就覺得好像有點熱的感覺 也挺特別的 我們這個別府溫泉之旅就來到這裡 就完結了 現在就回去吃東西 明天就有第三個行程 我們明天見 拜拜